哈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又来到我们今天 Let's Learn Futures的讲座会 这场线上讲座会呢 是由Brusa Malaysia Derivative带给您的 然后再由我们的LiveChair协伴 好的今天非常开心可以主持这一场 我是Shen Chu 是今天晚上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谈什么话题呢 今天晚上我们就会谈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话题 就是成为全市期货交易员之路 就是做full time trader 这个career path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主题是探讨 如何我们这些散户可以成为全市的期货交易员 相信如果各位在职场上有任何 有面对一些 职场上的压力 然后老板质问之类的东西的 如果你错全市教育员 就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压力 因为你没有你没有 superior 你没有上司是需要你 report 因为你自己是自己是100%为自己的portfolio负责任 所以今天我们来探讨如何我们可以做一个full time的 futures trader 今天我们请到也是一名full time trader的导师 就是CC用来为大家解释说这场的线上讲座会 在我们开始之前呢 我们就讲一下免责声明 就是今天晚上如果有讲到任何的 今天晚上的线上讲座会 是作为教育用途 我们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所以任何的买卖任何的买卖都是要致富啊 那在这一系列的期货的线上讲座会呢 我们这一年已经走了超过一半了 OK那接下来的八场呢 在2020年八场呢 也是还只剩下八场 所以在10月27号我们就有提到一些candle stick的场 所以如果想要留守更多跟期货有关系的一些课题呢 可以大概留守你们每个星期四的晚上八点半到十年 几乎是每个星期四啊 有时会做到星期二啊 看那天的风水 OK 所以啊 这也是我们接下去八场的日期还有时间 那就由我接到今天晚上的讲师啊 我也是认识这位讲师很多年了 OK 他也上过我们的节目几次 今年应该是第三次吧 OK那今天呢 就是由CC用来为大家演说 如何大家可以成为全市的期货交易员 他本身也是一个全市的交易员 就是说full time trader 他如果在期货赚钱呢 他就是亏钱了 他就是不能养家胡果 所以这所以CC用呢 在期货交易已经做了很久 所以还可以继续在期货市场上赚很多的钱 他也是自营交易公司海峡指数的创判人 就是strix index 这海峡指数的创判人 也是海峡指数啊 这海峡指数呢 是大马延伸交易所 就是BMD的附属会员 英文就是associate participant OK 所以要成为BMD的associate participant 你一个月啊 你的公司最少要做1万个lot 要1万张的contract 最少要做1万张的contract 所以可以想象到他们的公司 他们这个 这个公司是一个proprietary trading firm 这张proprietary trading firm的交易量是很大的 OK 他本身也是一个LP 大马延伸 教育所前个人会员 就是local participant OK formal local participant of Bruzza Malaysia Derivative 所以呢 如果想要学如何成为全制教育员呢 当然是要听全制教育员的导师 就是CC用来今天为大家分享 OK CC用 我就把时间交给你了 嗨 Shane 谢谢你的介绍 那 今天很荣幸啦 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那么 怎么样 成为这个全制的 这个教育员的这个 心路历程 但是可以的话 如果你们可以准备多点问题的话 我会尽量去 为你们解答啦 OK 那我们开始 今天的这个 讲座 那么如果你要成为一个交易员 尤其是全职的这个交易员呢 在马来西亚这个交易这个期货的大马延伸交易所 BMD BUSA Malachian Directive 其实有几个方法 或者几个 这个 路程啦 第一就是你成为一个个人的这个交易员 那么成为 个人交易员就是一般上我们想所说的这个Trader 就是你本身就是成为一个你自己的这个自营的这个交易员呢 啊全职的啊最简单或直接的方法当然你成为一个个人交易员就 外套的这种人在在一个很大的这个OpenOutcry的这个市场里面喊价钱 那我要买什么我买什么买股票的那那种就是就是Member of Exchange 呃在国外你需要买这个位置啊你才能成为这个会员然后在场内里面做这个啊啊啊交易的那在大马其实以前也是有这样子的啊会员制度就是啊场内的这个会员制度后来呢这几年就是把它转成了这个online就是完全全是线上的这个啊会员呢就这样你不需要去到交易所指定的地方去做 厂内的交易你可以在上网的在啊啊啊做这个交易那就是你需要申请啊正跟这个大马延伸交易所申请成为会员啊他们有有一些课程可能需要你先先了解怎么去成为这个会员然后之后你就能成为这个会员这个是比较啊 啊啊经节点的第一你是reteller就是你是散户那接下来就是成为这个会员他成为这个会员当然有他会员的好处啦就是你有一些奖励啊你可能就是想啊等下我解释一下他奖励是什么然后你拿到这些奖励就是呃提供了一些你你在交易上的一些啊优势啊啊而且成为个人教育员的好处是你这个担心的制度了就是你你你不需要被锁住在一个啊 啊公司啊或者一个office啊就是你每天九点到六点在上班这样子你是不需要这样子啦so啊他他有比较弹性而且你可以比如说你需要去啊可能去去做旅游啊你也是可以去直接去做旅游这旅行啦当然现在旅行可能是一个比较远的目标啦哈那嗯所以他会比较自由的 当然另外一个不想他不自由他另外有一种的方法你可以跑的路线就是如果你尤其是你你已经是会员的话你可以成为成立一间公司啊把它这个成立这个自营的交易公司就是proprietary trading company当成一个生意来做这样子的话你会啊就是想扩充你的这个这个这个交易额因为你也是可以注册成为这个associate participant就是附属这个 会员大马眼神教育所的附属会员啊因为你可以聘请啊教育员就是他教育员你可以训练啊然后你可以聘请他们那么他们可以帮你做交易那你不是一个人在做交易然后可能你会将来你会有五个十个人在帮你做交易一间公司里面那他是以企业的模式在操作啦当然他这些有他的优势跟有他的弱点那当然同样的如果你成为这个associate participant你也是可以 获得一些啊获得一些啊讲益了那奖励可能是从啊呃呃这个交易所给你的讲益也是可以是一些就是broker啊啊啊给你一些奖励的所以啊这两个优势他都有就是很多这个broker如果你是成为这些比较高交易量的这个交易员的话通常你会啊他们可能有给一些讲益你可能是你的啊交易费会比较低 啊甚至有很多啊会提供一个office给你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地方给你做交易这样子的所以那么如果你要成为全职的这个交易员的话那么简单来说你就是想要做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啊以交易为生啊那么交易为生的话 啊全职的这个啊全职的交易其实啊我们也称作专业的交易不过在英文上就是专业交易是因为他是用professional啊 啊啊不过啊不过其实他只是以这个交易为职业就是profession而不是professor那边来的所以啊当然中文的这个这个这个义法就是专业交易就好像看起来他是呃蛮厉害就是他只是以交易这个获利来做啊这个职业所以啊第一一开始就把你自己定位之 啊教育员啊教育员啊教育员呢啊教育员呢啊其实是你要做这个工其实你的你的责任就是你负责管理这个资这个基金的这个经理就算是你自己本身的自己的资金那你的职位你的你的工作也是尽量的去管理好这个资金啊所以你是资金的这个经理但是你是你自己的资金经理啦啊 啊但是你要承担一切所有的责任跟风险 所以任何出现的亏损呢都是你自己需要承担的啊当然最主要是你想以这个交易的盈利作为你的收入percent income啊而看就是这个投资交易为一份的工作就是你你每天去工作那就是你做交易啊但是这个交易为生其实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很高度的自律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 啊教育员就是这样如果你你你你你你听到很多这种很很轻松的啊花一点很少时间就成为教育员了就是这个啊以我所知道的啊全职的这个交易员尤其是在我们的期货交易员全部都是啊全神关注啊就是高度自律的每天去上班啊啊去去做这个交易的才是啊可以以交易为生 那如果说说我本身的这个期货的这个交易生涯呢所以一开始呢我是呃编写程序啦就是程序员呃软件这样子然后呃当时是在做这股票的软件这样子那我有测试跟应用各种策略就是因为有软件上的这个优势啦所以我我可以做蛮多不同的这个测试啊最主要呢后来我发现其实呃只是这样子 做交易还是不足够的啊我有了解到这个风险跟资金管理之后就是有自己一套方法去管理然后发现其实它的重要性就是令到你有机会成为这个啊 呃交易就是实现实践这个交易生涯了哈 那后来是最主要还是呃有研究到这个价差这个交易就是 spread trading 所以就顺利成长了因为 spread trading 有它的优势啦所以顺利成长成为这个期货的这个啊全职的交易员那么我就注册了成为这个大马衍生所交易所啊他的啊交易会员就是 local participant啊在国外可能他会叫一个啊 member trading member或者是professional trader 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就是啊我们所做的然后在成为了这个local participant或是会员之后那几年之后啊因为有一些啊新的这个发展啊所以大马呃眼神交易所也是很鼓励我们这些啊已经在做交易的这个会员成立了 就是这种我们叫做啊啊附属会员交易的附属会员就是 어 si person 就是説一间一间公司的联系hou advocacy员呢 这个职业的欺负交易呢 我们把它当成是一门生意来做 因为毕竟现在我是以一间公司的性质去做炒作的 当然你也是可以选择 比如说你是做Retailer 你自己一个人 其实蛮多我曾经教过的学生 他们就是自己在家 可能这样子 他们去做交易 就是一份工作 他每天早上就是起来就是这样子做工作 当然你也是可以选择自己不开公司 或是不成为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字 Retailer 散户了 你可以选择去 Join 就是参与 或是申请这个其他自营交易公司 就是Propshop了 我们说 那么你就可以在他们那边工作 而再学习 然后可能那公司也是会给你一些本金 然后你可以利用这本金去做确定 当然自营的话 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话 你就成为一个Retail Trader 就是散户了 跟这个大马交易所的这个个人会员 那下一个呢 我们大马眼神交易所会员呢 其实是有一些简单的一些东西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他其实注册是不难 以前是要交这个会员费的 后来这个被扩免了 所以暂时来讲 你是不需要交任何的这个费用 你可以注视为个人的会员 我鼓励你 你先成为这个个人会员 因为才成立一个公司 会比较好一点点 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一定适合做这一行 那他有一个最低的这个我们讲的这个 requirement 每个月你交易量呢 这个贺约单位呢 就最少要有要一千手的 但是他有quotman是三个月 就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是不需要达到这个目的三个月 当然一开始我在做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一千lot我能做得到吗 所以真的会有一些想法了 在想可能会做不到 后来就想每天我只需要买可能25lot 然后是要25lot 大概这样子每天有50lot的话 一个月可能可以达到一千的 当然这是一开始的时候的顾虑啦 其实我会建议是不需要去顾虑这一方面的 就是你尽可能就是去在这个交易的这个过程学习 然后尽量尽量的去我们讲 不要被这个市场把你踢出去的话 然后你还能每天再做交易的话 经过一段时候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再顾虑 你能不能做到一千lot 因为那个其实真的不是它的重点 那成为这个交易会员呢 它有个好处就是你有这个scratch trades 就是免这个交易费的 这是一个我看全世界的这个交易会员 不多国家有这个剩下这个这样子的好处 就是你当天如果你买跟卖同一个合约 同一个价格的话 你是不需要给费用的 你买这个综合指数的这个FKI1500点 然后你又卖1500点的话 你其实在这个水平是不用不用给任何手续费的 那你买1500你卖1500免费 其实你没有赚钱吗 对啊你也没有亏钱了 当然也不只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这个是很好很好很好的策略 很多教育员他每一天的这个可能他交易手续手续费 可能三分之一就是这样子不用给的 为什么呢 你看啊 你再买1500点 你买入 然后你下一个你可能卖1510点 你做了10点 你卖出去 然后他上了下他又不上了 然后你再卖多一个1510点 他又跌回一个1500点的话 你又你又你又可能买入 然后叫总之你在同一个价位里面重复的交易的话 但是你可能你的你的指赢的那个水平是不同的话 其实他不理的 只要他找到同样的价位 你做买卖的这个交易的话 你是不需要给这个手续费的 当然不需要给手续费 就是讲不用给那个SST了 这个也是一个另外一点的 那当然你成为会员 他有另外一个我们讲的 requirement 就是你要注册为企业 企业就是讲我们讲的 SSM 就是你先注意低限度 你要注册成为一间公司 一间公司的话 你就需要报章 种种的这些税务的 就是讲你的交易额 你的交易的这个盈利跟亏损 你都需要报备去内陆的这个税收局 就是你的你的入息 如果你有这个income的话 你是必须要征税的 被征税的 当然不要讲到很恐怖了 就征税在这一点 你在想如果你能获利的话 才征税的话 其实他也证明了 你能在这一行里面成为一个事业 当然他亏损也是可以截转的 就是carry forward 所以他有的这个优势 成为这个会员 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优势 就是你的交易费会减少了很多很多 因为你自动在成为这个交易费的话 你的broker他会给你一个比较优惠的 这个交易费的收费 这个你可以问你的broker 他们到底是给你什么样的这个配套 还有呢最后我觉得也是很重要 就是因为大马交易所 他会有不同的这种活动 在活动方面 你可以有机会 与其他交易员交流这心得 这是也是很重要 如果你本身需要参与一下 不同的交易员 他们有不同的这个看法跟意见的话 可能他们会帮到你的 这也是一个另外一个好处 那我们在马来西亚 就做这个交易所的这个会员 通常都会交易就是这两个产品 还有当然还有其他的产品 那主要还是这几个 因为他量会比较多一点 所以你比较容易在这里学习到很多东西的 就是fqi跟fcpu ok 那还有很多就是我们 就是做交易这个论内的交易 就是intraday scalping 这个好处是你不需要因为过夜 隔夜的这个 这个股市或者是这个 这个中油价格 跳空 就是intraday scalping 所以论交易是很鼓励 因为你这样子会做到很多成交量 为什么很多需要很多成交量 因为你需要成交量 那才能吸引更大的这个交易商进入这个市场 因为交易量如果太少的话 你就发现这个这个市场越做越难做的 因为没有流通量就很难去做交易 你想进场价位没有人在那边排队 你想进场出场也是很难 所以我们需要也是很多比如说日内的这个做交易 所以他就是很适合做这个我们讲的交易所的这个会员 但是他同时也是适合一些比如说swing trading percent trading的这些交易员 因为因为他有量嘛 然后你可以在很时长很大的时候 你可以进场或是出场 当然他更加适合有一种 在全世界 我可以说是 在马来西亚我们有最好的一个价差交易 就是Talander spread trading 在我们市场 我们在三个月也是有解释一下这个 这个 spread trading 什么是 spread trading 我记得去年我们也是做过中文的livechamp 我看你们可以在这个YouTube channel里面 可以翻回这些过去两三年 我们在在livechamp的这个web内面做的东西 so有中文英文版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毕竟他是 如果你你你给我说的话 我可以说是大马之光了 因为spread trading真的是 这个可能的spread trading 就是这个夸旗的这个套利 马来西亚可以说是我们的这交易员 是做最好的全世界里面 我们里面有技术啊 我们的方法啊 我们交易所能提供的这种codes啊 都是算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了 那你做交易你可以使用基本或技术做交易 当然如果你有电脑的这个这个知识的话 你会可以用电脑进行这个回测 这个啊更优化你的策略 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能做的话 就是最好的 因为毕竟啊 确定的话我们我们过去讲过就是 你不能有一个confirmation bias 就是你认为每次我看到这个信号 就是一定赚钱 其实不能这样子算 因为人的这个人太主观了 所以你需要电脑去帮助你去分析 其实那概率才是更重要 概率就是没有感情的 其实不是讲我认为我看到 不是你要以一个很精准的这个数据去去告诉你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 就是概率到底是什么情形 所以啊利用这个电脑补助是 其实用Excel也是可以做到 很多很多这种电脑补助的这个 你可以利用Excel啊能做到 当然啊新的 等下我介绍一些软件 还有Python Programming Language 也是一个这个新的一个 不错的一些这个电脑的 这个补助的这个语言呢 最后就是你可以向前测试 就是Forward Trusting 这是纸上交易 能做到这个也不错 马来西亚我们的broker 其实蛮多有support paper trading 就是你有一套 跟我们做交易一模一样的软件 在那边做交易 但是你是纸上交易的 但是它可以在 即使你们的价格里面 它帮你做一个交易的总结 我也是分析 我是不需要及时的资料的 我可以拿一些 比如说过去的资料 它就是回撤 就是你要拿过去的资料 那你可以看到图 比如说 平均线交割到底能不能成功 你可以这样算出来 你用一些真正的数据去算出来 到底成功率有没有 书本上所讲的这么好 你可以写一些很简单的 这种pro language 你一定要学这些 如果你需要做这些回撤的话 当然如果你不要的话 你也是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 比如说Excel 很简单的方法 也是可以做 这可能做比较复杂的 更复杂一点 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软件 我过去有介绍过 就是Ninja Trader 它算是免费中 最强的一些 这个程式你可以写的 它可以算出很多东西 比如说 坦白说 我为什么敢去做前资 是因为我有这些软件 帮助我跟我讲 我的概率 如果这样子做 大概是怎么样 或者是一般上我认为交易 因为你要看 我跟十年前交易的方法 跟现在是 可以讲是已经不同了 为什么 因为电脑回撤 跟我们自己测试之后 发现其实 跟我们一出 当初想法是 决然不同的 因为它 我们会主观相信 如果我用这个指标 我会赚钱 因为我看过十次 有八九次是赚钱 但如果你回撤 电脑算出来 它其实你的概率 可能也是50 可能更少 可能45而已 所以能赚钱吗 长期其实可能 你的这套方法 还不能赚钱的 因为你要算很多东西 比如说什么是 滑落 滑点 你算过之后 你会发现 原来你每次损失一两点 你到后来可能是不是很赚钱 这些软件就可以帮你测试 你到底有没有这种赚钱的概率 所以我就算出来 所以我就知道 我自己适合怎么样的交易方法 这就是 这讲你要扯没做全职的话 你一定要有一些方法 令到你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的这样子了 当然你也是可以去手动的去做回撤 手动回撤就是你用眼睛去看 你用纸笔 去做这个计算 这个有个难度 因为你算的方法可能会比电脑算会慢 当然 20年前我是这样子做的 所以我不觉得他有问题 只是你现在很多科技上可以帮到你 所以你尽量去利用能有的 但是你一定要去做一些东西 来帮助你 当然很多时候是一开始是不做这些东西的 你先去做交易 赚了一些钱 觉得很开心 增加了资金 然后亏损大了 然后你会发现 哎呀早知道我做这些东西 所以我是先告诉你 会发现这样子的情形 到时候你会慢慢的安排你自己走的路 大概也是差不多一样的了 当然你除了之外 你要做一个自营交易公司呢 你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交易 加入这个大马衍生交易所 你成为一个成人的这个自营交易公司 这好像我本身公司是这样子了 你也是可以去参与 其他已经是成立这样子的公司 如果有时间的话 等下我跟大家分享 其实马来西亚 现在有蛮好几间之前这样的公司 你可以查 就是我们讲 join他的公司 就被拼 情况是你去做求职 这样子 你好就是 你如果去 加入这些 受承认的这个自营交易公司的话 你是可以收薪的 他可以给了一个薪水 你也是可以就是 bonus or performance 或是奖励制的 或是两个也是可以 这是一般上都会有的东西 然后公司有可能导致 就是教导你 好处另外就是有人教之外 就是其实有人教跟没有人教 就是他的好处是很难 很难去衡量了 因为有的东西 导致可能一开始跟人讲 你不需要去跑这条路 因为他可能已经跑过了 他告诉你不要再跑这样子 这样子 实际上就是你可以立刻 获到很多专业的工具 比如说他会给你算 你应该算你的概率是怎么 准确率还是什么 才是你真正需要懂得知道的 然后在这个交易平台 他可能会有一套这种软件 或是一套经验 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个风险管理 才是最好的 因为经验这些东西 就是你可以自己去发掘 但是你可能是十年五年之后 才发现这些东西 人家已经在用着的 所以交易的自营公司 其实有这个好处 那全资交易的这个优点 就是我们 其实我听过一句话 就是行内一句俗语 就是期货交易 就没有衰退期 就是没有recession 这是因为我们在多头或是空头市场 都可以做交易 就是他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做 他下的时候我们可以做 他横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做 这是他的优势 那你可以在好跟坏的市场里面做 比如说scalping 那类交易 intraday 趋势追踪的交易也是可以 加差就是我们常做的加差 甚至套利就是arbiturizing 套利就是 在不同的可能月份后月 那价钱有出现一些偏差的时候 你可以做套利 就是套利是算是没有风险的 这个交易 然后他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你一进场 你要做这个期货的这个交易的话 他的就是用保证金的杠杆 就是liverage 就是你用margin account margin account听起来是有些人会怕 有些人会觉得这是优势 所以你要先了解什么是margin 他有他的优势 他有他的不好之处 所以 但是他一开始是你有margin的 你不需要去apply margin 你不需要申请证明你的入息啊什么 但是 在期货交易里面 一开始你就可以做这个margin交易的 还有 他另外一个优势就是 你有固定的交易费用 就是 好像股票的话 如果你需要交易的话 他是根据多少个百分比来算你的这个交易费 期货交易就不是 你不理那个货业多少价钱 你的交易费还是定在一个水平里面的 所以他的这个是他的优势 他有他的优点 当然他有他的风险吧 那么 就好像你做生意啊 你你你生意可以赚钱 但是你也是可以亏本的 所以他是一个生意来的 如果你太过大意的去 过度就是杠杆化的话 就是你用太多margin 就是你放大你的这个交易太大的话 你增加你的回酬 你增加你的杠杆 但是你增加的风险 这风险可能是一次货会把你这个赚的这个盈利会把它 抹掉所以这个你要注意的地方 当然了 有保证金资金资本的这个保 保本的就是保证金 你要保住你自己本身的这个保证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个是你的风险 如果你把这个保证金 损失掉的话 你就不能再继续下去 因为他是以保证金的制度下做交易的 所以你要控制你风险 因为你看 你控制的合约是很大的一个合约 所以如果你不能在适当的时候 你没有控制风险的话 你把你的风险放大太大的话 他会一次过把你的这个本金会抹掉的 所以你要注意这一点 所以控制风险 就是你愿意成为多少风险 你就去做这个交易 如果你不想把全部资金亏掉的话 你就一定要知道你怎么去阻止 你把你的本金亏掉的这个方法 你要制定这个制度 你才能制定最大损失跟风险 有什么条件呢 你要有一些技术 什么是scalping 那类交易 然后什么是trend following 就是怎么去做这个趋势 还有怎么去做这个calendar spread 就是spread trading 当然另外一个点就是 你有足够的这个资本 那资本要多少呢 越多越好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资金市场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需要越多的资本 然后你的交易就有更大的这个稳定度 稳定度很重要 那如果你做全职如果你只是散户比如说 MCO期间可能是很多个人讲 我没工作 我可能去市场里面试一试 我做一个一两个月 然后赚了一笔钱我就走这样子 这些不是我们想做的这个全职 全职就是你需要足够资本 你长期要稳定度 你不是一次过想赚一笔钱 然后就不回来这样子 所以它是有点 本质上还是有点不同的 还有就是合理的期望 或者期许呢 就是 reasonable expectation 那你可以讲 我有十万 我能在一年里面赚二十万吗 这可能是不是太合理的这个期望了 当然在非常实话 好像今年不少的投资者 可以做这样子的回酬了 但是你合理的期望 不应该是这样子的 你应该是比较合理化 你自己期望 比如说每个月我能赚 一个比较正常化的 的这个回酬 如果多的话 这是一个bonus 然后还有高度资率 就是这样 你不能说 今天睡不足 我明天不去上班 这样子的 我应该止损的时候 我不要止损 这样子 你不能做出这样子的 态度了 在交易方面 当然另外一个交易条件 就是你要有资金管理 你要怎么去管理你的钱呢 就是你每一次进场的话 你把全部资金投入在一个 买卖里面的话 交易里面 是吗 是这样子吗 就是可能答案肯定是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这些 今天我们所提到 所有这种资金管理 什么 在之前的很多的webinar 我们已经 就是有最少一个小时的 这个主题讲解了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看 那你能够赶紧冒险 但是不代表你要盲目去冒险 对不对 因为我们经常肯定是要冒一些风险的 但是不要去盲目去冒这个风险 还有就是你不停的去 可能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做交易 我不知道什么是这个 做这个candle spread training 但是我一直在找 所以当我自己计算出后 其实有花了点时间去算了 然后提升自己交易策略 但是你知道这个candle spread 就可以做交易吗 不可以的 你还要很多不同的策略 你这些就是你要发掘自己的这个条件 刚才我们讲了很多风险上面的东西 就是期货风险这样子交易会高一点吗 全资为什么用这个比较风险高的这个工具 其实不是的 期货因为你可以做空了 所以它被认为有一定的风险 但是因为它其实可以做空 意思是讲它可以有稳定这个价格的机制 价格一直要冲的话 有人卖给你了 你要买的人 有人卖给你们 有吗 因为它可以做空了 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稳定 长期有这个稳定价格的这个机制了 因为其我只是 其实是一 它是基础资产呢 就是衍生产品 所以它一定是有那个价值 价格还可以去上去 还是跌下来 因此如果股票的期货 其实如果我们是用股票去做比较稳定的比较的话 但是如果你用一杠杠的话 马金的话 它其实的风险是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杠杠然后是leverage 才是期货交易的真正的风险 这个我有一个例子可以给大家看看 那如果你买卖这个股票的话 比如说你要支付全资 就算你买房地产也是这样子 你要支付全部资产的价值 就是这样 如果你买一个89仙的一个股票的话 你买10万股 那你就要给8万9千块 对吗 但是如果你买一个期货指数 比如说当时是1780点的话 如果你给50块每点 现在是50块每点 我们这个期值 那你是给同样的这个价值 但是你买卖资产的话你要给89万 但是期货货约的话你只需要给一个保证金4000 现在是4200这样子 所以他把证金会会改变的会可能有一点高点或是低一点 你用4000或是4200块去控制个8万9千块的这个资产了 所以他的风险就是如果你一旦损失了80点 你就损失了全部的保证金 所以你这样子去比较的话 其实一个是利用了89000块的去做本金 另外一个是用4200块去做本金 当然这是他的层次风险不同的 所以他概念就是你去想想 理论上如果FQR永远不会跌至0的话 那么假设现在是1800点 那大概是9万块的这个点数了 那如果你用9万块或者是4万5千块来控制一手的这个资产 那么你需要损失到1800点 或是900点才能损失所有的本金 所以大概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形 因为他不可能掉0 所以只要你有足够的保证金来承受市场任何的动荡 其实期货交易的风险并不会比较高 他不会比较高 前提是你没有过度的这个交易 不过如果你用高保证金的杠杆来交易任何资产 证券、股票、地产 地产也是有人去过度的去举债 比如说他可能是他可以买一件物质 他可能是买十件物质 以这样子举债的动作来去做交易的话 或是投资的话 其实他风险不会比这个期货来的低的 所以这个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 期货交易 为什么很多全职的交易员会去交易期货 就是这样子 那 常见的这个交易的错就是 你的交易方法可能是没有效的 没有效的 但是你把它当是一个有效方法去做 就怎么说呢 简单的 这样子的话就是你用错的方法 但是你认为那方法是对的 OK 然后第一点就是误把这个运气当是实力 这个也常常会出现 尤其是新的交易员 他们会可能是一次两次 甚至是一个月两个月成功交易之后 他们认为他们有这个实力 其实你要成功的话 你把这个 你一定要把这个运气并处出去 你交易多次就是没有运气的 所以你要交易很多很多量的话 你才可以达到这个 把运气并处出去 你的交易的这个成果了 还有就是使用短期的结果来预测长期回收 比如说 哇 这个月我用一万块 我赚了5000 就是50%回收 那明天如果我有10万的话 我一个月不是赚50万 那我又如果100万的话 我那个月就赚50万吧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错误的一个 用短期的结果来预测长期的回收 然后过度与赚最短期的利润 而不是长期的回收 就一样的 就是太过赚最很小很小的 还有就是过度的交易 就是你 你买超过你能承受的这个风险 然后赌博的心态 你太冒太大的险 还有就是确认的偏差 就是刚才我说的 这个confirmation bias 你认为你对东西 那是未必是事实 就是不够客观了 当然 今天我要稍微踏去下 可能成为全职的话 很多会在花时间在指标 在手法方法 但是我会认为 如果你要做全职的话 你要花更多时间 应该是在这个风险管理 因为只有风险管理 可以令到你长期的 在这个市场上里面 不是讲一次获利 最低限度 你在这个市场上 你可以存活下来 你只要存活下来够长的话 你就有时间去体验 失败 成功 跟什么方法 什么市场 会对你有什么影响 之后呢 你才能真正的 成为一个全职的 这个交易员 所以风险管理呢 有四个主要的 我需要谈的 就是 每次交易的风险 风险的回酬率 成功率 还有交易数量 但不止限于这些 但是你可以从自己的 去开始吧 就是risk by trade 就是了解每一笔 教育可能存在风险 非常重要 就是每次进场就遇了 你可能会再次次亏损 一般上把亏损 限制在资金的一个percent 就是讲尽量不要亏损 超过一个percent的 这个资金本金 所以如果你有十万的话 就是不要在每一次 交易损失超过了一千块 因为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还有很多本金 你损失了一个弹珠的话 你还有很多弹珠 子弹的 第一个就是risk to reward 就是你的收益比例 通常我们现在一对二 如果你一块来亏损来冒险 获得两块利润的可能性 这个你可以来制定下 你的止盈跟止损点 当然有时候没有这么理想的 有时候是一对一 你也是可以做的 这是一个他的方法 这样子算 比如说你买到这价位1750点 然后你想在止盈 就是10点里面获利 但是亏5点的话 我就离场 所以大概是1比2的这个比例 当然市场上 往往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情形出现 所以当你沉迷权子的话 你会发现其实1比2 其实是很理想 你可能真正你能得到的是1比1 可能会掉反而 你可能有亏损两块钱的情形之下 你还赚到一块钱 甚至有一套理念就是这样 你的风险其实并不能算 你每次进场都有亏损 全部钱的这个可能性 而且你赚钱就是 只要你定你的策略 就是一块钱 永远都是一块钱 但是你亏损永远是超过一块钱的 也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性的 那第三就是计算成功率 跟亏损率的这个比例 这个我不懂你们怎么做 我一定要要我的学生做的 你做的话对你有好处了 就是讲你拿过去100个1000次 你在做交易 多少次你是准确的 获利的多少次你是不准确的 而且你要止损离场的 你可以发现其实 不同的交易方法 他有得出不同的这个成功率的 那太仔细我不说了 基本上你需要最少达到65%的成功率 当然有些会说40%是只要我是一对二的话 我获利多过我亏损的话 我还是可以成功 这个也是可以成立了 尤其是在城市化的这个交易方面 但是如果你是手动做交易的话 我建议你最好最好达到65%以上 当然成功率85%是非常的难达到的 随时可以出场了这个交易 还是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做全职这个交易员的这个方法 比如说如果你每个月或是一年才有一次交易 也就是过度优化 当然如果你是做投资者 就好像Wenbuffet 他不同 他是长期投资 他是投资者 那我们是做交易员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的 那过度优化导致的 这个缺乏这个交易 来实现我们的这个回酬 因为你做长期的话 其实就有交易亏损的这个机会 所以你需要把次数增加 然后你把你的运气 把它并出出你的这个确定里面 那我们在做这个交易 当然你直接了当 如果你你获利的话 你要做什么 你就获利 你就只赢了 但是成功的交易学 其实最重要的 你要成为全职的话 还有重要一点就是 你要如何管理亏损的交易 你虽然亏损 你可以只损离场 那只损离场 是不是最好的方法呢 不一定的 那减少亏损的交易 也是提升这个回酬率 就是这样 如果每次你进场 每一个人进场 都是一半的概率是 算钱的话 那么就是5050嘛 对不对 那如果你把那个50次 赚钱的话 你把它获利 然后止盈离场 OK好 那五次你亏钱的话 你如果可能把那五次亏钱 减少两次 把它 变成不亏钱 或是赚少少离场的话 那如果你有这套方法的话 你觉得它OK吗 因为这样子你的概率 就变成了70个percent 就达到了刚才我说的 最少65个percent 所以你需要一套方法 去能把你减少 就是manage losing position 的这个方法 它不太容易 你需要很多时间去 花时间去制定这样子的方法 然后 这种策略 当然用在这个 价差交易上面 它的效果会很显著 所以为什么很多教育员 尤其是期货教育员 都是在做这个 价差上的这个交易 也是这样子的原因 来到我们 差不多是最后的这几个 就是这样 这个slide了 那我想 以一些问答的方式 就是问自己 那么 期货教育到底是适合 每一个人吗 全职的这个教育员 那么 教育员其实基本上 你需要 算是刻苦耐劳了 经过千锤百年之后 你才能成为 真正的一个 成功的这个教育员的 你可能要承受 很多重复 长期亏损的这个经历 每一个教育员 都有亏损的经历的 而且 他不是讲 你一次亏损 之后你经过 历次下次都不会回来 不是 他会重复 再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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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出现这样子的情形 而且你需要 并除了你 层面这个impulsive 冲动式的这个教育 就是这样 突然间我觉得 今天我觉得这个 就是买了 因为什么什么什么 往往你买入之后 你会发现 价格是从那边 是最高跌下来 这些都是常常在 出现的这个经验 那 还有你必须要 有足够的技术 skill 心态的准备 来成为这个全职的 这个教育员了 那就是这样子 当然我也定下一些 可能 等一下你们会问 或是我先尝试 去打一些 你们有可能问的 然后你们准备一些 可能这是问答 然后我再 去尝试这帮你们 给答了 那么在这里会有一些问答 就是全职教育员的 这个利益在哪里呢 利益的话 当然它可以增加你财富的潜能 你有对抗这个经济衰退的职业 然后你觉得好吗 我当时就是因为这句话 所以要加入这行 我就这样 因为当时股市没有今年这么好 所以股市有起有落 所以我就 有人告诉我 其实 Future Trading 就是期货交易 全职的话 它有这个 抗经济衰退的这个 这个潜能 所以 我是因为这句话 而加入这个 全职期货交易 那么 如果你有策略 那修为成熟的话 你可以交易 交易 国际不同资产的 这个潜能 因为它的方法是 差不多这样 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能 在这里交易 你可以去国外 交易不同的品种 它有不同的这个 市场给你去做交易 那么 有损失全部 它的 它的弊 它的坏出 就是有损失 全部投入本金的这个风险 这个你要先记住 刚才我家讲了 你要控制你的风险 你才能避免这个东西 因为 这情形出现的话 你就KO了 你就不能再继续下去 所以你一定要 保本为上 然后 在亏损时候 你精神承受的 巨大的压力 这个是你要能学习 承受的一个东西 然后 才 去决定你要做 这个交易员吧 会要因为赚钱开心 而做 你要能承受这些 你亏损的时候 你要承受的压力 然后如果没有正确的策略的话 OK 并非全部参与者 其实最终能长期的获利的 短期其实可能很多机会 是长期是未必每个人做到 那你的精神上你必须具备的条件呢 刚才我讲到你要承受亏损的准备 所以准备每一个交易出现的这个弊露 就是这样 每次你做出场 进场都会错的 你要能准备 然后不要不为一时的胜利 充分的脑袋 我们讲有foria 你去找一下有这样子的情形 当你赚钱的时候 你把这个风险看得很淡很低 OK 你觉得这个市场上风险 我现在进场的时候是风险低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这样子的说法的 没有讲 这个价钱跌到这个水平 就是可以进场了 其实没有这样的说法的 你随时进了场 它还可以跌到一半的价格 然后 在一半之后 你再进场的话 它再跌到一半也是可以的 然后 再进的话 它可以再跌到一半 所以 没有所谓的 已经很低 我们可以进场了 是没有这样子的说法 另外就是在亏损出现的时候 不冲动 不浮躁 以已经准备好的方式 执行交易得力 因为我其实也是出现在我自己 比如说 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 你会慌张吗 你告诉自己 其实我只是一套定的方法 我老板跟我说 这套方法定了下去 你每次如果出现这种情形 你要这样子做 你就去执行就好了 你不要去冲动 不要去想一些有的没的 你知道小心的 跟着步骤去做 然后它就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但是前提是 你要先知道做的这个方法是对的 然后最后的条件就是 对市场你要永远保持中立的态度 就是这样 你不要期许那个市场会根据你想的方式方向去走 昨天美国大起 所以今天我的这个交易东西会起 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道理的 其实 当然你可以再做交易 有一点点 我们想做的 想做的这种 电脑程式化的这个套利的这个软件 能做到这样子的 你的赚幅其实不太大 你要进场出场很多次 你才能赚的钱 所以市场 不一定要如你所愿 就是保持市场中立 就是market neutral 就是你对市场是没有太大的这个期许 然后 你能知道你本身的落点跟优点吗 比如说 如果你不是一个高频的自动交易 然后你用速度去跟人家电脑拼的话 那就不理智了 对吗 所以 如果你的 比如说基本面不是很厉害 你一定要去继续学习 然后你才能去以基本方面去做交易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什么不足 什么优点 什么落点 优点 比如说一开始 或者落点是我资金不足 我要怎么去做 后来 比如说你很成功的话 你可能是 我资金太大 我进场的那个 percentage太大 这个是变成 原本你想以为的优点变成落点的 因为你进场太大 被人家看到 你进场的时候 你一下子 比如说500lot 进去一个市场里面 其他人就是850利罢了 那你500lot 看到你怕 所以你的优点变成你的落点 那你怎样做 其实是可以的 比如说你可以执行一些 Iceberg的指令 这样子去做一些 不同的交易方法 所以你要去准备 跟提升自身的财务水平 这些就是很重要的 讲起来好像是 就是读多点书 吸收多点经验 对不对 都是很简单的 但是能做得到的 其实又不是很多 因为你要了解跟执行 就有它的难度了 那在还没有我们进入这个问答之后 我们最后一个来尝试 我去再了解一下 跟大家探讨一下 就是你学具备的条件 就是大概你要知道 基本面如何影响这个价格 如果你是从这个左手的话 你也是可以从技术面 也是可以从很多记录 statistically 然后统计学来算出 可能是天气啊 可能是什么 然后你可能是用一些指标 哪里是他可能出现的这个对底的这个价位 影响这个价格 然后第三是你一定要风险控制 什么是风险控制制 你什么时候要止损 什么时候你可能需要 average down 所以你要需要这些风险的管理 或是你要投入多少资金 去每一个手交易 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那之后就是你也是要资金管理 资金管理比如说 你不能你买一 你每一手进场 你把全部资金投入 这个就是没有管理到资金 或是你买股票的话 你买一只股票 你把全部资金在一个价位里面投入 这个也是没有管理 这个就是你去赌 你能赚钱罢了 资金管理就是你可能是分十笔 二十笔 或是百分笔 1% 2% 10% 去进场 可能是分批 可能是分不同合约 比方像我们这位 这个期货交易的话 大马这个BMD的CPU 他有 第一年他有12个月的合约给你做交易 然后还有两年的合约 就是另外12个 最少24个合约可以做交易 所以你可以进不同的合约 所以你不需要把合约全部进完一个月份里面 所以这就是资金管理 其实资金管理跟风险管理是两个很密切的 所以你也是分不开他们两个 但是通常我们也会把它分成两个了 最后最后就是你要有交易的记录 好像我一开始交易期货的话 我的记录还在的 就是这样 我一开始怎么去 第一次我的经厂是买还是卖 我不记得了 但是我有记录 然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我的记录全部还在的 一开始我是用手做 然后后来是手跟电脑 Excel同时做 然后现在是全是电脑 就是以Excel去做 每一笔的交易 所以我能算得出 我的获利的比例是可以的 因为我对我做记录 第二次我也自我分析 就是每一天我就分析 什么时候情形之下 我会出现亏损 通常我都是亏损的时候 我会放红色 你要找回去年 前年 我其实出现亏损 我都可以告诉你 甚至是 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学员会问我 你认为这是我们这个 可能还来一样 这个市场很近 最近的 其实如果你找回去年记录的话 没有去年可能更近 或者每年都是一样的 只是我们自己的经历 跟感觉都不对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些记录 对自己进行自我分析 然后达到 你有机会成为这个全职的 期货交易员的一个路程 所以今天就是我分享 这个期货交易员之路 到此为止 然后如果大家等一下有问题的话 我再继续可能为大家解答 现在我把这个时间交回给Shin 好的 有很多问题的 那我看到这个是蛮relevant一下的 是我们的争议 想问的一个问题 就是请问 要如何找到全职工全职教育的实习 还有工作机会 OK 我今天有准备 因为上次我们也是有人问这个问题 我今天有准备了 其实呢 在马来西亚真的是有 你可以去Busa的网站 在这个 半马延伸市场里面 它真的有 有一个叫做 他们的associate participant 里面真的有 20多三十千公司 里面都是做这种 Prop Trading的 但是如果今天是从 好像我们这样子 以个人的教育者 然后我们开自营公司 Prop Trading 然后再出现的话 其实就有几件 我认识的 我就先给大家 你可以去看看 这个叫 CGA assets.mine 我说大家看到这个 我放大一点来 可以吗 我不可以放大 需要放大一点 需要放大一点 OK 这个是马来西亚公司 Kelvin Grayson Asset 等一下我可能有一个网 我先介绍他们的网站 第一这个是 我也说 他们自家是很强在 城市交易里面 他们有一套城市交易的方法 然后另外 叫做 城市交易 城市交易 Elgo Trading 哦 OK Elgo Trading 另外一件呢 他之前 另外一件就是 Dactical Hedge 这件就是很强 是在他们的environment 然后他们有 不同的 教育的平台 然后他们有一半 这个教育员 在同时 就你可以看到 这个他们的facility 所以这是我讲 如果你 你参加这自营公司的话 他就有很多 他们已经 比如说软件 用什么 怎么去做交易的方法 到底是spread trading 还是outright trading呢 他有导师 有讲师 有senior 有老师 去教你 所以你去找 可以找这个tactical.my 等一下我就给 那个网站的那个名字 可能是先可以post给他们 另外一件就是 之前也是有问过 我有说过这个 这件是新加坡的 他在马来西亚 也是有present的 叫Snap Innovations 其实你snap a screen 你google一下 这些公司都很出名 所以你可以找到 他也是有 在世界不同的各地去找traders 他们也是有给你一些指导 这样子 去什么的 就以前就是不需要什么介绍 这之前是我的公司 就基本上 我们一开始算是一间 软件公司 然后后来我们成为 这个资金公司做交易 当然我们算是个prop trading firm 那我可能去找找这个slide 给你看 我准备了 这些是他们的网站的这个 网址了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看看 可以留到他们 我相信 这公司都可以提供 这样不错的一些回答了 不过我们公司 现在是没有再扩充了 所以上面那三间公司 大家都可以去考虑一下 杨老师是没有想到 so找员工 找负担确认 我们还是有 还有做一些课程 但是扩充确认 其实你需要很多的 不同准备 可能我们这几些公司 可能是都有不同的 这个路线 可以说是有路线不同 这样子了 好 那么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有 我的荧幕上还有很多问题 ok好的 那我们来自我们这位 Jack的朋友 Jack的朋友就有问一些问题 那如果给那些 没有适当的一些 academic的qualification 就是没有那种 学术上的一些qualification 没有 就是可能不是念金融啊 那种的 然后 通常他们会收的 没有 他那扩充确认 反正你也是有 经营自己的一间扩充确认 不是 他们会不会收的 没有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Jack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有什么是 minimum的criteria 因为很多好像 fresh graduate 都没有什么 都是 资金都没有这样多吗 嗯 ok 第一个问题就是 minimum的academic qualification呢 其实就算是你成为 Busa的这个教育会员呢 他他有一点的 比如说你一定要有一些学识了 但是他他不需要 就很重要 就重视在这边 这个我觉得 他们算是可以能谈 而且自营公司的通常是 他首选 他都不是先看你这些 有一些公司会给你一些IQ test 他test你的IQ怎么样 你需要就是逻辑 你的IQ 如果达到他们的水准的话 他们其实不会太过记忆你的 这个学术上的这个 这个academic的这个qualification呢 这是他的优势了 因为成为trader 其实他他好就是 你可以完全没有degree 或是大学或是equivalent diploma 但是你还是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教育员的 所以他的优势是 但是他他没有这么容易 就是讲谁都可以这样做 但是你刚刚刚我讲了很多 你真的要达到很多不同的 所以能不能你联合他们 我觉得真正的requirement 可能不是这样子 很多就是要你一个academic test 可能有一些也是一些basic的 比如说你一定要 基本上你要懂达到的水准了 但是我不能帮他们讲了 所以你可以去联络他们 去探讨多一点 好的 那接下来呢 的问题是来自 Jung Sun OK 跟TT Lim的问题 是差不多一样的 就是请问你们 请问老师 有没有这个age 他会比较喜欢 你有一点经验 然后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post 但是如果你没有经验的话 他也是需要你肯学 那通常 在这方面 比如说 因为很多电视电脑操作 你年轻的话 他会有这个优势了 但是如果年长的话 如果成为 Full Time Trader的话 然后Jung Sun 这些公司的话 可能就 不太适合 因为他也是有年龄的 这个可能考量 比如说 你可能是做一两年之后 你不要做 而且可能是你的 你的这个经济能力 比较好 他可能offer不到 你一个很好的价钱 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有个考量 如果你年纪 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话 我觉得 你去自己去做自营公司 如果可以的话 你就开任公司 你请人帮你交易 也不错一下 所以或是你就是 自己做一个散户的 这个全资的 也是可以的 好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刚才 因为你听到提到薪酬的问题 就比较多薪酬的问题进来了 就我们就就就提到了 那我们就来问看 知道做full time trader 好像那些 这些profferm 请那些 全资家人员的时候 会不会 最minimum的basic pay 大概是多少呢 然后 average的pay 大概是多少呢 是basic commission 还是fully commission 还是这样子 有没有一些industry的标准 在马来西亚 我们还不算有一个很大标准 其实很多国家 其实也没有这种标准的 当然国家的 这个我们我们的国家的底薪是很低的 然后最最最低薪资金是很低的 嗯 我如果你问我的话 他做一个交易员的话 公司通常会 不想给你一个太高的资金 因为你看 你来学有东西学免费 然后有哪个很高的薪水的话 就是有点不逻辑了 如果你有一天 你成为老板的话 你也是想 哎 我给你一万块 我还要叫你去讲亏我的钱 所以你应该没有老板肯这样子做 所以这个是logic 所以有些公司会定一些 他们想找trader 但是他又不想被利用 被利用是这样 其实我看过蛮多traders 他可能是 不是这么成功 但是他带了一公司可能一两年 拿薪水罢了 又学东西 所以也是有选择情形出现 所以公司又有一些不同的机制 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达到最低 每天 每个月获利到在什么水平 你可以亏损 但是你也是要获利 那获利大概是什么 我们讲desk费 就你用个资金 你一定要 你要给达到一个 基本上你获利的那个本金 那如果你讲 基本上 我知道的 我知道的 低的底薪 有些可以低到 1500块左右 很低的 1500块左右 你觉得 这样子我可能去 去打工还薪水很好 但是 1500块再加 这个学习的 这个价值是 无价的 当然也有些底薪 可以去到 可能是3000块 然后再加 其实基本上 全部都会加一个 performance fee 是这样 如果你赚钱的话 公司会分一个 10 20 我也知道 有些game 很高的 这个百分比的 这个 分给你 然后 有这样子的薪资 到底是有没有 fully commission based 通常如果你是 新鲜人 然后你开始 去打工的话 full commission的话 你可能带不下去 因为 你三个月 如果你不赚钱的话 你怎样活下去呢 但是给一些比较 senior的 他可能 你本身已经很强经验 但是他需要 转一间公司 去做这个交易的话 那些他可能是 拿fully commission 就是这样 我赚钱 我才拿钱的 那种可能 分难的 commission 会比较高 我知道的是 50%都可以的 就是这样 赚钱的话 一般公司跟你 就是一人一半 这样子 那种是没有薪水的 然后你薪水就是 他其实也是会给你个薪水 那你薪水 基本上就是 从你的这个 performance fees来的 所以也有这样子的 呃 情形出现 那么你你你你如果问我 平均在什么水平 其实讲不大 因为呃可能基础的 他平均是在两千两千五左右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待遇了 因为学习是free的 呃或是你可能是有一些事 你可能需要给一些学习费 然后也是有有这样子的情形 这有这些有时候是为了保护呃公司本身的因为 好像如果你来上我课程 我可能收你一个一万块 如果你转这个公司 公司给你免费学 那公司就觉得 哎 我可以收一万块 为什么我不收呢 对吗 所以也有这样子的考量 这样子的情形出现 呃 当然学习 没有完全免费 除非你你能收啊 你能为公司带来很大的利益 那你你讲 如果平均 讲在一个两千两千五左右 那么如果你是已经是可以profit 的话你的平均可以达到八千到一万以上 如果你是真正的high performance的这个权的话 他其实他的每个月的呃 能获得的那个那个呃 薪水或是performance fees啊啊 十万八万其实是是有这样子的水平的 所以呃 他他他potation很大 但是如果你去 join这公司为了打工的话 呃 他就是defeit的purpose啊就没有这个好处了啊 呃你要想想你能自己start的话也是可以 你join这公司也是有他的优势 所以这个是你们要需要呃考虑 可能考量的哪一个比较适合你的 嗯好的 嗯好的 那我们同时呢也呃 呃刚才你就提到呃这些薪金嘛 那我们可不可以提一下好像新手一加入的话 通常公司会安排多少资金给他们做交易呢 呃 嗯 ok 呃 就看你是通然通常啦啊通常啦 starting的呃这个交易员他都会做很多的交易 intraday scalping 基本上是呃 呃差不多每每一家这种自营公司呢 我们都打到一些很好的这个配套 就是基本上呃 呃公司老板是不需要为你进场跟出场给任何费用的 基本上是这样子啦哦 当然其实是有需要一些本钱的 但是因为我们教育量大嘛 所以如果你是开始在做一些小教育的话啊 呃开个户口公司的户口 然后broker都没有什么会去理这个户口 或者五千块我能做什么 两万块我能做什么 我们的两万块可以可以讲啦 as good as 十万 啊 so 因为我们的户口会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啊 我们讲facilities啊 那当然我不鼓励就是讲 哎我给你两万你做你确实万 不就是这样子的意思啊 啊 so 但是你做任务啊 你每天会把这个分剧关掉 所以其实那个反而变成的不重要 只是一个形式上 因为你需要投入资金 你才可以做交易这样子 嗯 那 真正意义上 老板会给你多少资金的话 其实可能就是一个你可以开始 从这边赚到 比如说你自己本身的薪水的那个 amount 来来来做衣归的 可是呃 形式上一个一万两万 但是很多就是呃 呃好像我我本身有经验就是 我可能是给他投入一个两万块的这个呃 资金 那他每个月可以靠了自己薪水 在在办公司就是新手了 办公司赚钱呃 他可能说一个赚一个五六千块七八千块呃 一个月 so 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值得啊 投资的这个这个资金了 嗯 好的那 接下来的问题来自君明啊 你会鼓励啊 好像现在我们年轻人找工作是比较难嘛 好的 经济不好嘛 所以你会鼓励呃 呃fresh graduate 来加入这个行业吗 啊 他的话这个很难的 哎呃 叹气他在这样大声 哈哈哈 因为 因为交易真的是啊 其中一个最难的行业了啊 这个你要先了解这点 那如果你在短短三到六个月里面 如果你没有 你不能获利公司 不能 比如说三个公司 可能给你三个三个月到六个月的时间 你一定要获利 如果不能的话公司可能会停了你 那你能 你能够承受这样子的的安排吗 或甚至是比如说有一间公司 可可能三个月里面完全不给薪水你 就是你在trial里面 他可能给一些津贴 但是他不给薪水 你能这样子活下去了 如果你能的话 就是我觉得挨下去的话 有这样子请出现 如果可以的话 嗯 fresh graduate 是可以做的 嗯 当然你不一定要不一定要这样子了 这样子了 还有一些自营公司是你可以 做投行 就是bank emacement bank 啊 i b啊 做着相关行业 你有一些比较稳定的收入 啊比如说你要做 你成为一个公司dealer 这些都学到很多东西的 然后你才慢慢去转信 你自己去做自营 啊 甚至啊 做一些bank 然后比较大的bank 他们也是要要请traders帮他们trader 这些也是在找人的 另外一些 这样你你找这种我们比较是traders出来的话 我们可能要求你赚钱快 但是如果是bank 比较大的企业 他们可能要求你 哎 你不需要太快能 但是现在 以我所知道了 他们想请一些programmer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大的投行 他们相信电脑会快赚钱 所以也是有这样子的limitation 不像以前这投行会请很多很多 人去帮他们去做垂的 人去帮他们去做垂的 现在好像我们这样子自营公司的话都比较要你快点上手的 所以 如果你问我最好的话 如果你问我最好的话 你能够存下一笔钱 比如说六个到一年 甚至更多的话 你不需要靠任何人帮助之下 你都能生活的 那么你可以转这些公司 甚至你可以杀自己的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事也就是自己做retail full time trader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好的 那接下来的我们就谈一下税务的问题 因为有好多个朋友也是在问税务 好像刚才你是有稍微提到了一点点 就是好像 的问题就有好几个我就大概简陋的 you know 简陋的整合一下 就是第一 我也是刚才按了 你听到我讲话吗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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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二就是好像做 啊 full time trader 跟成立一间公司 那个text difference是什么 嗯 ok 啊 公司的话你看 因为你你成立个人公司的话 你要报税的话 个人的话有点难度 所以个人也是可以注册ACCM的公司 所以你就比较简单去报税 个人的税务 他的 bracket 就是你如果超过 比如说每年10万块的话 你的 percentage 大概是23 24 左右 percent 这样你赚10万你大概要给 24千 23千 公司的话如果你是一个 我们讲的这个有限公司 他税务是如果你的这个 revenue 你的赚钱是少过50万 那他的税务是17% 所以他低了蛮多一下的 所以Snapper 他有他的优势啦 在这一点方面来看 那Snapper 当然他有他的cost不同了 但是他讲的是 你超过50万的话 你的税务还是回到去24% 23% 这样子还是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是 在 10万到50万之间 你的优势还是在Snapper 但是如果你大概超过50万的话 就两方面都没有优势了 好的 所以做一名全制教育员呢 是要报税的 是要报税的 我们这里不鼓励任何人 是要报税的 whether你是个人的名义 或者是个人的名义 你也是要报税的 讲得对啦 基本上我们的income tax 就是你的income 就是需要tax嘛 就是你的收入 如果你做这个全制交易 那一份获利是你的收入的话 你就要报税 你不用报税是capital gain 但是应该实际上 很多人搞错了 他跟你的手续费的那个税 那个SST是完全两样东西 这是你的income 如果你把它归纳为你的收入 那就是你的 你要报税的 当然如果你是 就是你你买那个FKI合约 你买了之后 现在1500点 你等到2000点的时候 你才套利 这样子你不用报税 就是capital gain 可以吗可以 我觉得可以了 因为你可能等半年两年 这样子才获利 或者你买股票 你等一个三个月六个月 甚至两三年才获利的 你的deven是已经报税的 deven有报税啊 已经报了 然后你的capital gain 就是那个你买两三年之后 那股票增值啊 但是如果你是靠那个买卖股票 期货交易成为你的收入的话 那个是报税的 需要报税的 所以如果你是做交易期货 或者交易股票做为你的收入 那就是为生的话 那个就是你的生计啊 那个就是一定要报税啊 对 如果你是好像我们这种散户 OK 我们这种散户啊 不是做全资的 这样就是capital gain 就不一样 OK 因为我不是full time的trader嘛 所以是capital gain 好的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来自我们一个位叫 Casey Lau的朋友 就是想要问你啊 好像你每次做这样多的contract啊 OK 他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可以要怎样子记得 或者是知道呢 你的spread contract 哪个month对哪个month 然后会不会cross each other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呢 是假设你的spread contract 都不是market go against you啦 因为就是你的contract 都好像在亏损方面 你会在多少个point的时候 才会 才会止损呢 还不还不适合你会 会不会做多另外一个spread 来hedge那个position 嗯 OK啊 第一啊 我们做很多不同的月 可能是 八九个月 十个月的合约了 啊 当然他会很很乱这个 但是我们就是有做记录 每一手交易都有做记录啊 这个就是我们会叫比如说啊 啊 学员呢或是交易员 怎么去做交易啊 啊记录 然后如果出现比如说 cross by cross street的这些交易的话 我们我们可以弹性处理 我们要把它处理到 还是我们就不理他 我们是继续去cross了 不要不要管他 他最后最终 当你当你把全部啊 这个头寸啊就是关掉之后 他还是归零的还是一样的 那你你第二个啊问题是 嗯 如果一个亏损的话 如果你做热泪交易 我会建议你再亏损两到四点啊 就是啊啊这个点数亏损的时候 你就要把它砍掉 你说热泪的话 因为热泪里面他有时候是跑一个五点 四点罢了 所以三四点是你已经准备出场 四点就是cut的 如果你不cut的话你要做黑金是刚才你说的那个 那你把它做一个对冲 就是你买了这个合约 他跌下去 你可以卖个别人合约 做一个对冲啊 这样子是成立的 这样子是可以可以 呃成立个交易 但是你可能这样子做之后 你就不不能论利交易的 可能是你当天里面论利里面 你是不能把它平掉 所以你可能会需要把这个position过业 那过业的话 他就需要margin requirement 你需要有足够的保证进去 呃过业咯 所以这个你要考量的 他就需要很大资金去做 比较大资金去做交易的 嗯好的 那我来自genie的朋友就问了 那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全制的呃交易员呢 就是individual 不是company 就是个人的名义的话 你觉得需要多少资金啊 最少 最少 啊 啊 回去看他的那个 那个 那个 问题 就是越多越好 嗯 当然如果讲你一开始 到底多少 我有建议最少你要花两万 如果你是做这个spot trading的话 因为spot trading一手的话 你看如果你买一个中油的话 他他现在比较保证 可能是从五千到六千 因为他会他会波动五千到六千左右 啊 一手这个 合约是五千 然后你买一个合约 然后你卖一个合约 基本上是需要五千加五千嘛 是一万啊 啊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spread的话 你买 十二月 然后你卖一月 你做一个spread啊 你的这个保证金只需要千二块 所以他比较适合散户了 他好处就是变成了你可以交易多一点量 哦 你把他这个风险减低一点点 所以两万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tread啊 有好几例的这个这个这个合约啦 呃 就少两万了哦 但是两万是不足够 呃 他是足够确定 但是你足够确定你去学习啦 如果你 想 真正的去做的好的话 因为两万块的话 你一开始做交易 没有人认识你 你的broker可能不会给你太低的这个保证金 或是太低的这个交易费 所以你的获利几率也是会低一点点 但是你用两万块去学习怎么去做trading 其实是一个最低的标准 但是如果你要全职的话 你可能需要更多一点点 有一些人会两万 然后之后他会刹五万十万 他会去筹套他的资金啦 或者自己本身有这个资金 另外一点是 就算是你你放两万块下去 那你生活费 你还是要准备的 所以两万块是远远不足够啦 因为你每个月可能花五到一万块 然后六个月可能你不会获利的 一年之后你可能还是break even 或是有时候又会亏损一下子 所以你能 你能有一个路隙 或是有一笔钱 能给你去 在这个方面里面补助 你需要个人的开支也是要需要考量的 所以资金刚才我说的 越大越好 所以如果你完全没有资金的话 加入一些公司是可能是首选的 所以 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是花一个十年拼搏 存一笔钱 然后才开始自己投入这个 所以通常很多交易员他都是先投入相关行业 比如说他做一个投行的这个dealers 其实我知道投行都不够人去帮忙他们做工啊 全部都在投资 没有人去处理投资者的这些合约啊这些东西 所以投行会找需要请很多人 你如果在相关行业里面投入你会认识很多人 你会接触很多不同的 比如说你会知道 几时投资会亏损 几时会赚钱 所以如果你在投行里面相关行业里面做了一段时候 你跟路西也是很不错 其实现在做投行相关行业的 我都知道他们的路西很厉害很厉害 他可能就是比一般打工的薪水来的十倍高 这今年里面呢 那这样子你就可以存到很多的资金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 你去 而且你认识的 你认识投行的相关的这个主管 你做负担的时候 你会拿到很多 比如说设定的package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另外的方法 就是新手 如果你不想做一个自己公司 你可能就是先进入相关行业里面做 做一个五年十年存立大笔钱 然后才开始自己做 做trader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方法 谢谢 我看起来在投行好像benefit不错啊 可能我也是要考虑不要做老师的 因为我也要去做工 开个玩笑 那我们再问多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有一位朋友呢 在线上呢 就是有两年半 有两年半的全制的交易经验 但是成绩呢就是亏钱 然后他就暂停了两年 在外面多点学习 有上一些investment bank的课 还有网学啦 但大部分呢都是叫daily 还有price action 他们的cut loss呢都不太 他的risk appetite啦 所以现在呢 他有工作又有做half time 半支的一个day trading 所以他认识的朋友也都是一样 是亏钱的啦 全支都是亏钱的 半支也是亏钱的 所以他想要请教我们这位杨大哥 他叫你杨大哥 可以指点指点 如果在这行里面找两口饭吃吗 其实我所认识啦 在做期货教育的话 通常是分两大类的 第一你做认识的 就是intraday scalping 就是你去买卖fkli 或是fcpu 就是赚两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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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的 赚两点就走 亏一点就走 亏两点也是走 然后赚两三点就走 你一天如果交易100次的话 你只要你概率你超过了你 你你你亏钱的 其实你一天里面赚几百块是 是可以达到的 就是你要你要做的很快的 就是就是你当自己是好像电脑这样子 第一很多人是做这样子的 因为他本钱需要很真的很少 你你上个五千一块块都可以做了 第二就是你做加差交易 spread trading spreading好就是他没有一天里面这么frequent 他可能一天就是跑四五点七点八点十点 你就是你买一个 你要你赚两三点四点你就走的 所以这样子intraday交易也是 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在做的 这两个如果你你能掌握其中一个的话 其实应该会概率你成功概率会比较高 比较好啊 啊 然后怎么去去学这两种是两个东西呢 啊 去看我说的你你你你如果你 你想试一试你去做paypal trading 啊 你去跟你的 股票行 然后是企划交易所啊 啊啊啊啊 这个交易商 你看他们要求啊可以paypal trading的 这paypal trading是骗不到人吗 然后你你你回去看你去做paypal trading你可以骗自己 但是真正的paypal trading是paypal的人这个 你buck的价钱 你中你中不中就不中吗 对不对 你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啊教育 另外呢啊去念自己能在日内里面scalping啊 就是专利两点一点很出场哦 其实很难啊 我自己是我不是不不不我不是我的强项啊 但是我我知道有人真的能做这样子 你可以另外的方法去试就是确定没有这个东西的 确定没有你去找一些instrument是CFD的 CFD是24小时的real time的 所以你看不到明天未来的下一秒的交易 你用他去做那个paypal trading你去试 如果你是这样子做 比如说paychart pattern啊啊啊 price action呢 其实那两个也是很难的啊 因为你去做一个啊啊啊 到底能不能多得到 所以你就去用trading view 然后24小时可以做paypal trading的哦 那种CFD的那种contracts 你如果如果如果能在这些货业里面做了成功的话 啊每次每天你交易100个lot 有65个lot是赚钱的2点 亏的亏2点 然后你去找一个自营公司 你跟他讲我去了3个月 这个是我的result paypal trade result 你要请我吗 他会请你的 所以资金其实不是你最主要的问题 你最主要的问题是你有没有这个skill 这个是intraday scalping 另外就是spread trading spread trading 你也是可以去找这个图表来看了 所以如果你要图表或是什么的话 最简单就是你subscribe这个QST 你大部分马来西亚的这个股票行 现在都有这个说法叫QST 那他是有paypal trading的 他里面也是图表 有全部的这种spread的合约 所以你可以从那边 就是学到蛮多蛮多东西的 啊如果你要去study spread是怎么样的话 你也是可以去trading 会找fcbo的这个contract 来做啊你自己需要的做这个分析啦 如果你要它spread的价钱 他就没有因为外国 其实没有什么人会知道跟喜欢这个spread 但是我们这里是我们自己的秘密啊 这是我们的best cap secret 在马来西亚 所以我们就自己做吧 如果你要在trading院里面 你看到这个比较长期的这个spread的价格的话 你就用那个fcpu1 然后感叹号就是他的合约 那个active的合约 然后减fcpu2感叹号 这个两个合约你相减的话就拿到spread 就是那个价差的交易的那个价格来的 所以你先从这边着手 嗯 你主要一间公司也是其中的方法 但是不是每个人会喜欢这样子了啊 这两个你可以掌握其中一项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ok的 为什么这样子讲呢 因为前提是其实做全资交易的很多方法 都不像一般散户在做的方法 比如散户在做的方法就是fkri 你看到好的消息 它的价格交割了一个平均线买入 对吗 我们都没有这样子交易 因为其实他成功的概率其实不是很高 而且尤其是你投入资金越大的话 他可能成功的概率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好 反而好像fkri我们就可能去做交易 fkri我们可能做交易就是我们在猜测 这个合约跟下个合约就是也是spread 到底是他哪个月会上涨或是下跌比另外一个快 然后他应该在这个时候 这个月因为有什么什么事情发生的话 他在最后一天他应该在什么水平里面settle 这个是我们考量的东西 所以全资交易就是我们做一些东西 或是大部分我们做东西都跟一般的交易 尤其是商务交易 其实他方法是完全完全是不同的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你要掌握的一个窍门 到底全资交易到底在做什么 然后散户不赚钱到底他们在做什么 你会不难的发现他们的不同的 这散户都在做同样东西 全资交易员也是在做另外一套他们同样的东西 这个可能真正需要你自己去发掘的一项 我们讲Trading的秘密 教育的秘密 好的 我看起来很有见底 散户在做什么 全资交易员在做什么 好的 那谢谢各位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出席我们今天晚上的 线上的讲座会 然后我们就来跟你大家分享 我们下一场线上讲座会是几时 那下一场线上讲座会的标题就是 How to trade with candlestick charts like a pro 就是如果大家想要学习如何可以看基本的 如果可以看candlestick pattern ok 如果可以看candlestick pattern 就是蜡烛 如果看蜡烛找机会的话 那可以来我们的27 10月27号晚上8.30到10点 然后我们的那个报媒王子已经放在chackgroup里面了 所以还有那些朋友问如何可以学习更多spread trading 因为刚才老师提到很多spread trading 对对啊 然后基本上我们今天的spread trading的线上的课已经讲完了 所以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去我们youtube看啊 好像刚才李嘉老师说的 我们去live chain youtube channel 也是有很多老师 西西庸老师之前办过的一些spread trading的一些线上讲座 当然是比较introintro based一点的啦 所以可以去了解看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post webinar survey ok 在我们的期货的讲座会呢 我们不只免费的教你 我们还有送出50令吉的一个touch angle的e wallet 我们每一场线上讲座会都会选六位lucky的respondent 如果你有做我们的这个叫做调查 ok survey是做我们的survey的话 我们会选其中六位 可能你们当中已经有好多位已经引走了 我们的这个50块令吉 所以我们每一场都会选六位 只要你回答我们的这场的线上讲座会的survey 然后我们就会选六位 然后每这六位幸运额呢 就会赢取我们的touch angle e wallet reader pin价值50令吉 然后这个survey呢会讲起launch呢 就是你结束webinar go 它会pop在你的windows前面 不然就是你们在email里面收到那个survey link 所以谢谢各位大家今天晚上出席 我们的线上讲座会 再见 OK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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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